嗨 各位豆粉們你們好 不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吃好你的青春豆 今天我們要來談皮膚的修復 現在市面上很多很多的產品都會講到就是說 喔 這款產品裡面添加了什麼什麼什麼花 什麼什麼什麼萃取什麼什麼什麼精油 什麼什麼成分 然後它就可以達到修復 好 那他們到底在修復什麼 然後這集我會來告訴你 在這一兩年就是有幾個字在護膚節 非常的流行 它就是講皮膚脹壁功能的修補 到底在修補什麼 然後皮膚脹壁功能又是什麼 我們可以把皮膚分成三層 好 第一層就是角質層 然後第二層就是表皮層 然後第三層就是hypodermis 皮下組織 皮膚的脹壁功能其實就是落在這個角質層 脹壁功能是什麼呢 你知道你家裡的灰層喔 就是你這樣子一格這樣子拿起來 那個上面其實很多都是角質 那我們如何讓它stay在皮膚上面 其實它就是靠一些油脂 好 那幾個油脂有哪一些 第一個它有cholesterol 就像你不小心被那個火去嚇到 你會覺得說哇那塊皮膚真的好痛喔 或是你擦了果酸 然後你不小心下手太重或是貼溜太久 然後你的整個角質層整個都被燒掉 它結痂了 它會有紅 癢 脫皮 痛 發腫 等等這些情形 這個其實它就是一個皮膚脹壁功能 皺損的一個表現 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的 那我們講一下脹壁功能缺損的 有哪一些原因 有內陰性的 有外陰性的 內陰性就是 例如說一些壓力啦 有些人他們當他睡不好 他就會造成他皮膚耐受性 他就會變得差 然後第二個還有跟基因有關 有一些人的皮膚脹壁功能 就是真的比較差 那東方人的皮膚脹壁功能 就是比白皿人差一點點 但是這個東西太難去界定了 那這個我們先不談 那最常見最常見的 脹壁功能受損的 它有以下幾個大原因喔 第一個就是跟天氣有關係 當它前一天與後一天 或是前一個禮拜與後一個禮拜 它的濕度 它的冷度 有很大的差別的時候 那時候來皮膚科求診的病人 會特別的多 然後還有第二個就是 現在的人做皮膚保養過多也有關係 我有看過病人 他一個晚上要擦五罐產品 一罐產品如果有四十個成分 我還有看過五十個成分 你乘以五 如果說這些產品的成分 都沒有重複的話 你擦了五罐產品 等於擦了兩百五十種化學成分 在你的臉上 這很不難會過敏吧 請不要擦這麼多東西在你的臉上 這都是過度保養 然後第三個 它就是跟現今的空氣污染 很有關係 不論是抽煙 或是漂浮在空氣中的PM2.5 這些都有關係 因為這些東西分子量非常的小 所以它很容易深到皮膚的 很深層的地方 造成發炎反應 第四個呢 它跟洗臉你用錯東西很有關係 例如說 有些人他用水晶肥皂洗臉 老一輩的人 因為他們就只有那樣子的東西可以使用 然後皮膚好的人就永遠都皮膚好 像說水晶肥皂洗臉 他也皮膚還是很好 但是有一些人就不行 因為我們的皮膚 它是屬於一個弱酸性 如果你用太鹼性的肥皂去洗臉 你會把原本的弱酸性的皮膚把它變成鹼了 那這個弱酸性其實在我們臉上是有意義的 這個弱酸是抗菌 抗黴菌 抗病毒 所以人體的任何的事情 它都有一定的道理存在 所以我們並不會想要去把 這個弱酸性的東西 變到一個鹼性的皮膚 第五個就是跟過度去角質有關係 OK 在我們頻道裡面 我常常會叫病人去角質 那是因為它們都是屬於那些角質脫落異常的皮膚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皮膚很薄 那你已經在過敏 你已經在敏感了 然後還叫你去角質 這個就不對了吧 所以當你的皮膚是屬於一個很脆弱的情況之下 請你就不要再過度去角質了 最後一個就是擦太多的肋骨唇 有些人他明明就是一點點的皮膚症狀 他就要去找皮膚科報道 醫生醫生你看我這邊 然後我明明都看不到 醫生醫生你看我這邊 我就是覺得他癢癢的 他過敏了 請開肋骨唇給我 然後醫生怎麼看都看不到 然後但是他就是要要一條肋骨唇回家 他就是要躺 這個也會讓皮膚脹臂功能缺損 然後也會長出乳型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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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會導致你的皮膚受損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 你要做什麼事情 第一你要去檢視你每天所擦的東西 如果你已經擦瓶瓶罐罐了 就拜託你把所有東西都停掉吧 你不擦這些保養品並不會死 你皮膚也不會爛 你擦太多才會爛 好啦這樣有點太兇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真的說 我真的是買了這麼多罐 你知道嗎我這一罐真的花了五千塊買 我這一罐真的花了兩萬塊買 我真的很想擦 可以你可以擦 但是你每天不要擦五罐嘛 你可以這一季擦一罐到兩罐 下一季呢再擦一罐到兩罐 而且你要有目的性的去做保養 你今天應該想說我現在我要針對痘痘 所以我針對痘痘要擦什麼 下一季你可能說我要針對美白 我針對美白我要擦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是一兩罐一兩罐這樣子去擦 你才不會導致你在你臉上放上了幾百樣的化學成分 你的皮膚不受損也很困難 如果你今天你皮膚真的已經很受損了 你還是需要洗臉 那洗臉的話請選擇一些比較溫和的 那第三個就是你什麼事情都不要做了 例如說你擦那個五罐 你通通都不要擦了 皮膚造密功能缺損它就是那個角質這樣子翹起來嘛 然後水分就會這樣流失 那水分很重要 所以你就要把水分keep在你的皮膚裡面 所以我們就要擦一些厚厚的occlusive 擦在皮膚上面 這個叫蜜蜂療法 那蜜蜂療法兩個成分特別跟大家提一下 第一個成分叫做凡士林 便宜又好用 你擦厚厚的一層 它可以把99%的水分都弄在皮膚裡面 所以保濕保濕什麼東西最保濕 340%最保濕 99%的水分它都不蒸發就放在皮膚裡面 當然還有很多市面上各式各樣的會悶住的產品 你擠出來它是油油的 然後像一個護唇膏上面那個油油的BALM BALM那樣子的東西擦上去 你可以把它厚厚的一層擦在 例如說很多人它天氣特別涼 它這邊就會覺得乾乾癢癢的 這邊會覺得乾乾癢癢 那你就厚厚的擦一層 晚上敷著睡覺 這樣子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痘痘肌 拜託請不要這樣做 因為很不需要 然後特別要知道什麼成分 可以抗發炎的成分 剛剛講的嘛 皮膚脹壁功能有三大油脂 這個通常都是缺損的 第一個是膽固醇 三酸乾油脂 還有神經吸安 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覺得說 他會想要擦一些神經吸安 會覺得皮膚比較舒服 這個也可以去擦 然後還有一些抗發炎的物質 抗發炎的物質 抗發炎物質像 B3啊 B5啊 甘草 還有一個成分 新 這個東西 它會讓皮膚緩和下來 然後還有會有一點抗發炎的功效 所以在你的保養品裡面 你找找看有沒有新這個成分 好 喜歡我們錄這些教育短片的 Like好 Share我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